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录出来的真性情和洒脱无畏的态度吸引 也被他们带来个欢笑和美好治愈 突然我发现自己也不活得那么拧巴了 采访中龚俊最爱出的话是 不重要 开心就好 上和令开播前他接受采访时被问到 如何看待大家科CP这件事 他笑着说大家爱咋咋咋咋 开心就好 上和令开播后他兢兢业业的营业 每条微博都配合着剧情而发 就连他微博私信回复也会根据剧情而不断调整 龚俊是个对待工作极其认真的人 除了配合山和令申发以外 不管对待采访 综艺还是商务活动 他都是兢兢业业的 进组拍戏后他的形成应该非常满 可每次他出现在众人面前 总是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 状态极好 这样的行为 每参加一次活动都能够劝一波路人粉 他还是个全平台营业的典范 不管是微博还是百家号 头条号 抖音 小红书 甚至连B站也都注册了 定期更新 每次参加活动 还都会有摄影师 有时候还拍Vlog 有时候大家都替他感觉累 可是他却说 现在是事业上升期 压力辛苦什么的都是必经之路 事业是很重要的 事业好了就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 把快乐积极的一面留给我们 爆红对一个明星来说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压力的事情 因为大家会放大你的美一面 善蛙你在公共场合说过的每一句话 甚至抓住你的一点失误黑你 而龚俊显然知道 可他却没有想着用什么把自己包裹起来 而是尽量把自己真诚的展现给大家 他最大的魅力就是一片赤诚吧 如果说龚俊最大的优点是真诚 那么张哲瀚最大的优点就是孤勇 张哲瀚不同于龚俊 在山河令之前 他已经在娱乐圈里几经沉浮了 他曾经平静着云须传小小的出圈 但也遭受过很多黑暗时刻 还有他的腿 他不可能不知道大家都想要什么 但是他偏偏不愿被资本裹挟 他是叛逆的 就拿演唱会来说 每个主创跟角色最后告别的话 应该是导演组决定的 可是张哲瀚却偏偏不说周子舒那句雪山虽冷 因为在他心里 雪山不应该是周子舒的结局 第二场演唱会唱完天问之后 没有他跟龚俊的感谢词 但是他要求加上 于是就有了那一段令人看一遍哭一遍的告白 谢谢你们喜欢周子舒 谢谢你们喜欢温克行 谢谢你们喜欢周子舒和温克行 谢谢你们喜欢张哲瀚 谢谢你们喜欢龚俊 谢谢你们喜欢张哲瀚和龚俊 粉军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维粉和CP粉之争也一直在暗潮涌动 尤其是一些DW 很可能照出他的这些话去攻击他 大家还记得上和龄刚刚出圈时 有人在网上黑他收遇来了的那段视频 如果他想保护自己 完全不必的演唱会 对着几百万人说出这样一番话 他只好配合好营业就够了 他想给周子舒一个体面的告别 也想让周子舒给温克行一个体面的告别 他那段话其实是想告诉我们 周子舒和温克行结束了 但他和龚俊会让周子舒和温克行的影子 跟随着他们 也让我们的情感有个依托 这是他真正的大智慧 所有的算计在张哲瀚面前 都显得格局太小了 他的一片孤勇打动了太多太多人 回看这一段时 我依然想为张哲瀚叫个好 有人把真情遮掩 有人把真情封藏 只有他在众人面前把真情说得坦坦荡荡 龚俊与张哲瀚这一段知己情让我们相信 茫茫人海 这世上真的有人懂你 愿意陪你 生来知己 或许说的并不是周子舒和温克行 而是张哲瀚和龚俊